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实案危机不断到底要怎么防范 今天立委咨询江仪华是不是有可能设置食品警察 江仪华说食品检验属于专业问题 而且警力吃紧 因此不太可能 院长您家里用的油是什么油 向委员报告 在那个油品事件发生之后 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目前我家用的是橄榄油 那请问李部长您家里用的是什么油 不太清楚我们家用什么油 很少进厨房 我很少在家里吃 在家里吃饭 但是我不太清楚我们家用什么油 那王主委呢 我们家不太开火的 不开火的 那你知道外食不是更危险 是啊 官员家里吃什么油 近期也成为直询热点 有案风暴席卷食品业 实在黑名单厂商越来越多 不过基层人力严重不足 屡次机察却抓不到黑心业者 甚至低价高卖好几年都没有被发现 立委询问这样一话 有没有可能设立食品安全警察 您觉得食品警察有设立的这个必要吗 院长请先告诉我 是 类似这样的问题 在过去我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 也曾经被询问过 警察自己本身的训练主要是在治安 就是打击犯罪 维护交通等等 而不是做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食品检验 这种可能是由食品的主管机关 像这个卫生局他们来做会更好 所以应该加强的方向是如何搭配卫生局的人 让他们可以得到检警单位的协助 台湾食品安全 从源头到终端 恐怕漏洞不少 才会不断发生死案危机 公部门查气 黑心业者大碗你追我躲 政府资源不能总是在后端补破网 食品安全大多得靠业者良心 但政府要怎么从源头把关 应该提出更多办法 新唐人的电视台湾台语报导